iPhone热潮这红片两岸 不只有iPhone的山寨机 还有山寨版的订购网页 一切完全拷贝正版的网页 不过其中最大的破绽 就是在里面说 加98元人民币呢 会送你16G的记忆卡 但是iPhone记忆卡根本就是内建的 iPhone一推出造成抢购热潮 漏夜排队就是要一只 现在连山寨版订购网页 都想该脚抢双击 身在网页上大大写着台版iPhone 跟原本苹果网页比一比 版面设计图片位置 根本就是完全拷贝 比比小细节 照片、讯息、搜寻系统 网页图片完全相同 除了变成简体字 根本一模一样 但是夸张的来了 一只原价28799元的iPhone 特价现在只要1280元人民币 等于一只台币5848元 会不会便宜的太夸张啊 而且加98元人民币 还加送16G的记忆卡 网页上清楚写着 加98元人民币 就可以送16G的记忆卡 不过真实iPhone 有耳机孔、充电孔 翻来翻去 就是找不到记忆卡的位置 东翻西早怎么都找不到孔 因为正版iPhone 根本就是内建记忆卡 请问送的记忆卡 到底是要插在哪里 网友说这只山寨手机 应该用了会爆炸吧 网页上还大啦啦的 写着抢购热线 这样的手机 有人敢买吗 这一新闻 廖外玲 网雷亚台北综合报道